各位网友大叫 今天是2023年4月20日 这是今天第1个节目 来谈谈新华社头版头条 习近平致电祝贺 迪雅斯 卡内尔当选 连任 古巴国家主席 习近平现在是关心全世界的事 全世界都需要习近平表态 这里面都是什么 大话套话 从这个报道的规格来看是有视频 有文字 有图片 这真是充分显示 这个习近平的重要性 这是第1题 中共官媒每天都是这样 个人崇拜 第2题 这个其实这个 今天的这个人民日报的网站 今天这个药文版 发布的彭旅员会见家彭 总统夫人 叫希尔维亚 现在 彭旅员也很活跃 这夫妻两个 这两口现在是忽悠 全世界 那么今天是 李鸿宗进行有活动 李鸿宗在浙江上海调研 那么 而且今天 《风狂网》的报道 要文版是 副国际领导在福建调研 5天 讲的是16号到20号 全国政协 副主席陈武帅 调研组 来到了福建 等会儿再讲他们为什么到福建 你看这个 第二题 习近平祝贺云南大学 建校100周年 就是国内的大事 国外大事 习近平都亲自的指挥 但是对这个长逢医院 却撞聋作哑 就像当年对这个新冠一样 那么大这个事 就是不支持 还有铁链女 点击力度上亿 习近平是 苏思无睹 习近平只关心这些事情 啊 你看是 这个云南大学 是百年了 习近平发了这个 客信 那么讲到他 100年来 云南大学 秉称 惠泽百家 志工天下 的办学精神 又在这当大户友啊 其实历史上 这个云南大学 大家都是啊 也是有很多故事 这个习近平都是有选择性的 这个 中共的官媒啊 把习近平讲的是无所不能啊 其实这个国家现在已经缺乏生气 升级了 什么事都是 这一个脑袋啊 今天海外的我看 这个 台湾电视台 有个节目 最后有个节目讲到啊 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整个刘亚洲 原因就是刘亚洲曾经发表了 一些观点 讲到什么呢 说中国现在是什么 是最 最没有脑子的 最愚蠢的 低能的那些人 统治了这个 最多的人 全世界发达的资本水国家正好相反 人都是 选择那些精英领导 他正好是在这一群 这一伙最愚蠢的人 所以就刘亚洲这个观点呢 是习近平非常恼火 的确是这样 现在这个 这个习近平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内外 是四面储格 富贝受敌 经济一塌糊涂 民生凋敝 老百姓的关系空前的紧张 社会充满了 泪气 但是还在这吹嘘啊 还要对这个云南大学 建校 也要出来刷刷存在感 你再看后面啊 习近平同嫁碰总统 举行会谈 这里面有图片有文字啊 这个昨天曾经谈到了 新王社会全部经历的 吹捧习近平 还有中加联合声明 这显得什么 显得就是给美国看的 你看习近平现在 外交上打破了局面了 过去三年是 风控期间 灾难嘛 政治灾难 现在走出困境了 的确是有改进 但是绝非像官媒吹吹那样 这里讲到了 这个加鹏和中共又搞了什么呢 全面战略合作 关系 那么这个联合声明 是讲的主要是在经济方面 也讲到 这个一带一路等等 今天也有消息讲到就是 好像有一个国家 意大利 可能要撤出 退出这一带一路 等会再说 那么再来看看后面 副主席 今天的主要的要文就是什么 跟总书记学调研 调研 是今天整个 中共官媒 刚才我已经讲到 人民日报 凤凰网 新华社 主题就是这个 习近平怎么调研 就是 大家都跟着习近平 这个指挥棒 下去调研了 新华社今天发了一篇文章 吹捧习近平调研的一些情况 你看这个 宣传内容 表面讲的什么呢 是什么生态保护 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 等等等等 其实本人认为他的调研 就是什么呢 去查找政敌 看了谁对习近平不忠诚 狠狠的整 这才是关键 这个 所以李鸿忠 是最会体系 理解习近平的思想 跟屁层 你看李鸿忠 在浙江 刚刚讲到了吗 上海调研 这是人民日报要文版上的消息 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么就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继续推进全过程 人民民主建设 这个李鸿忠 4月19号 政局委员 人大副委员长 李鸿忠 18号到19号 到浙江上海 这浙江都是习近平 这些地方都是习近平 曾经 工作过的 这都来看一看 哪些人是忠诚习近平 哪些人是反习 哪些人是不远不近和习保持距离 是废习家军 下一步就开始整 你看他这里面讲这些 说辞 这个一再就强调什么 强调翠鹏这个习近平 要充分的就学习 习近平 自私 大兴 调查研究 这个 问及民生 问虚一民 完善 人大 民主民意 表达平台 你这边讲 全国人民主 那边抓了 徐自勇 这个丁家喜 一盼盼十多年了 这个方兵刚刚放了 三年都没找到 每天自己在撒谎 吹嘘 其实他来到底 我认为就是按照习近平 开始看 看哪些人 是下一步要这个整肃的对象 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都是一致的 那疯狂网是副国级领导在福建调研部 铁为我们到福建 去学习福建的经验 你看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 4月16号的20号 他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表面讲是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进行调研 其实他也是来搞这个名堂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会主任周祖一 省委副书记 省长赵龙 政协主席 腾下财 一起调研 里面又讲那些 就这些 陈词烂调吧 我被重复了啊 就习近平已在讲的这陈词烂调 这里讲到的是全国政协常委 教科卫 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宝胜 政协委员 科研 卫生体委员会副主任曹雪涛 等等等等 都参加活动 根本无私现在正在 就发生的震动全世界 长丰医院的事件 都属于他们的系统 大号调 为什么这个长丰医院搞到今天这个名堂啊 今天海外媒体是 到处铺天盖地都是报道这个消息挖住很多内幕啊 就这个都是和政治体制有关系啊 他根本不无私老百姓祭苦啊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他们不理 反正去到处去搞调研啊 其实就是打击政敌 所以今天那打击政敌出了大事了 辽宁一下抓了三个省公安厅的官员 等会再讲啊 这习近平现在全部的经历都在搞这个名堂啊 那么来看看这个 下一题啊 各地 认真学习推动贯彻习近平新思想 时代新思想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啊 一个是深一个是实 就开抓了 洗脑 你听话的话 还可以 啊 继续在领导岗位上不听话 你撤职撤职查办 你看他这个 是新华社记者算是一个 一个这个新闻中书 还是什么东西的啊 4月3号在北京举办 就习近平新思想教育活动 就洗脑活动 是3号举办的 然后各地就开始了 啊 五个一什么贯穿党的新理论武装的 这个主线啊 等等等等 什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反正都是老调冲坛 都是这些 真这么烂骨整天在忽略这些东西 整的找不到北 越爱着习近平的此事办事 这国家越是搞得是 这个一塌糊涂啊 比如说吧 现在成立这么多的 所谓习近平 这个什么政治 这个生态 绿色生态的 什么什么 研究中心 啊 这是叫两山论吧 但是你看今天大纪元一篇文章 题目很好 沙尘暴再来 甘肃郁门 现沙墙 沙就像墙一样 冥夏行锁困难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今天这个 图片 非常形象 你看 这就是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 什么时代 绿色生态时代 搞到今天就底部了 他讲 4月19号 甘肃宁夏内蒙 多个省市遭受 杀山暴 甘肃郁门也在出现 杀墙了 走路就墙一样 一面子一面子 宁夏中卫的人们被大风吹得 正不开眼 行走困难 19号 这个大陆气象台报道 预计 19号晚上8点到20点 20日晚 8时 内蒙古中西部 新疆南部和东部 青海西部 甘肃大部 宁夏陕西中北部 山西河北 西部 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 持续煞辰天气 其中 新疆南部 甘肃东部 宁夏中部 陕西北部等局部都有煞辰暴 综合19号的报道 18号开始 这个甘肃 河西地区 普遍遭受了煞辰暴天气 九泉 驾鱼关 五位 张叶 等地相继出现能见度小于多少呢 1000米的这个煞辰暴天气 1000米 你看不了人了 你就想在智力怎么样 还在这催 网民拍摄的视频显示 甘肃郁门19号爆满 出现一堵 巨型沙墙 高达 百米 就像个墙一样 一公一百米 呼噜呼噜来了 九泉明沙山 关心的旅客 有些人去看那个星星 返回的时候 因遭遇沙尘暴 不得不使用手电筒照明 新客戴手电筒 为什么 完了 找不到方向 西平在职业没有用了 监测显示 19号早晨10点 沙尘已抵达了 甘肃里白银 宁夏纵围一带 甘肃威武 金昌张叶等的空气质量指数 爆表 是宁夏的屋宗中卫的空气质量指数 处于爆表状态 主要屋远屋是什么 PM1010 宁夏中卫 PM10 达到了 2614维克 美利方米这么多 它有个技术指标 看了以后 使人感到恐惧 那么 据报道 甘肃兽兰州 城关区遭遇沙尘 天空昏黄 街头行人 戴口罩 或一手 遮挡 截止 49号下午2点 兰州 宗川机场 因沙尘报 取消 35 班这个航班 35个航班 到这种程度 那么 进港航班 备降 他场 22班 夏宗卫地区呢 夏宗卫地区的工业园区的大峰 把人眼都吹不开 吹得睁不开 走路行走困难 你看这个 不细详细介绍了 他的文章还有一段 总之吧 在习近平领导下 搞出这么一个 深屯环境变成这样了 自然环境 你政治环境更不用讲了 兜得一塌糊涂 整天就在洗脑 而且国际环境 也搞得 一团糟 你看到处都在报道 中共国的这些负面消息 我们来看看 接着看新华社 没有 没有讲完 新华社的消息还有好多 今天 我们来看看新华社 今天这个 更多的消息 那么 中办 国办印发了一个文本 什么文本呢 最具有讽刺意思 你看这个李强 这个工作做的 竟然今天 在长途医院发生大火这个情况下 国内外舆论都在 围绕他进行质疑的情况下 他竟然出了个文本 什么文本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形势下 森林草原防火灭火工作的通知 这怎么回事 这是 匪夷所思 你看 他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有办公厅 两半 印发了一个文本 啊 说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下呀 这个通知将来 竟然洋洋万言 这实在是乌鱼啊 你先去这个国家给这么六个小矮人 就这样的人在治理这个国家 应该是现在马上在这方面强调啊 出台政策 他不是 他在这个 搞这些名堂啊 打太极拳 在瞎忽悠啊 那么再看这个 下半 这就是信息 一季度 我国吸引外资增长 4.9% 这个数字我估计是虚假数字 因为什么 你看这个每天早晨 我看这个 台湾的电视台 看到国内 还有一些 媒体的报道 还有这个自媒体 我看到那些 报道都是讲国内这个 经济形势 是一团糟 包括上海 我看一个 Plaza里面 根本那个店铺全都关门了 没有生意 你说他这个宣传却讲什么 一季度 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4.9% 就外商纷纷来投 投资 投资是怎么现在还是这样 你看 他这数字讲的 这个我国吸收 外资 4884.5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4.9% 4.9 这里面有很多数字啊 吸引外商 投资 实现开门稳 不是开门红了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超过一万家 同比增长 25.5% 高科技产业 实际利用外资 增长 18% 法国 德国对华投资 同比增长了 这个 这个数字惊人啊 635.5% 和 60.8% 这怎么回事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英国加拿大 日本 瑞士 韩国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了 680.3% 175.7% 47.4 47.4 和36.5 等等 真有意思 这就像广交会 讲了广交会怎么好怎么好 门前全排队 人们那里进 但是花钱雇的人排队 你看里面那个 摆台上面啊 那展台 生意特别小 好多人说 今天一单 没 没前着 结果那些人是 是作秀 就是 叫叫 叫 新名的话 叫什么 讲好中国故事 反正就讲故事吧 啊 使劲的讲 今天这个 关于台湾问题啊 今天海外文媒媒体 特别有关注啊 这个 海外的万维网 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姆斯 中共海军 正在对台湾事情 蚕食战术 这和经济连在一起 因为经济一团 一团糟怎么办 老百姓有一件 党内矛盾的激烈 有可能发生一场革命 其实是白纸革命 一能然在进行啊 只不过有些地区 没报道而已啊 所以没有办法 就转移四线 有可能打台湾 武统台湾 所以他为什么 现在下去调研 整天插对立派 他把打起仗了以后 带路党 反水 这个 有一些人把枪口 吊转过来 内部出现叛徒 他最担心 所以他搞这套名堂 那么 我们再来 接着看 今天在国际新闻 方面啊 今天发广有一题文章 非常重要 就讲到韩国 因为韩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一直是只有保留意见 他是亚洲的国家嘛 离从共国际 他怕太和这个乌克兰 整个一起啊 怕遭到报复 但现在态度变了 发广刚刚报道的 韩国总统 尹玥表示了 如果乌克兰 遭到大规模的平民袭击 因为现在俄乌都在 这个巴赫姆特基战 他说 韩国可能会将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扩大到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 之外的军事援助 就以前他几次人道主义 就口头上支持 或者是这个给点钱 现在不同了 要给武器 因为韩国武器厉害 路透社报道 这标志着韩国总统首次改变 反对军事武装 试园乌克兰的立场 本台消息称 韩国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 这是很敏感一件事 等会儿再下个节目再详细一下 那么呢 关于这个美宗脱钩问题 大纪元纪念油片文章写得很好 讲到美宗脱钩进行时 随时真正退守 这里竟批诺的习近平早就想脱钩啊 他说 中国观察家们表示 美宗脱钩的根源 不是始于美国前总统川普 习近平早在11年前就确定要减少 对美国的依赖 并进一步的推进政策执行 美宗脱钩 这怎么回事 说日行亚洲有一个记者叫 宗泽科尔 他过去做驻中国的记者 了解中国的情况 周四发表专栏文章 引述一位退休的党内资深人士话讲 说习近平发表了 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分裂的 第一个关键声明 这甚至发生在他之前的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前 也许是他早就可以有这个观点 说2012年10月 当时呢 剥写的事件 引发了政治动荡 全国人大会议 推迟了 习近平在会议上就提出 对中国经济被美国劫持的担忧 作为继任领导人 他四言纠正这种情况 他讲这件事情 等会下个节目再详细查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看 回到新华社 新华社的虚假宣传 后面有很多 你像那个第一季度啊 吸引外子刚讲到了 还有讲到贝根 贝不饿 因为农村现在太种粮了 夏季有粮手 丰收有基础 就是中国的南方 南方现在有收成了 北方开始种地 那么还有这个 五季基债 二百四六十四万个 大好形势 网络能力持续提升 还有一季度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 多项指标啊 实现正增长 未来数字城市啥样 其实未来数字城市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数字极选主义啊 什么事都给你捅起来的 老百姓就没有什么个人隐私了 包括花钱 以后那个 如果这个钱币数字化了 手机 花钱 你没有现金 没有开始 都是什么 用手机刷卡 你倒霉了 你花一分钱 都在那个机器里 放着 是吧 共产党盯得紧紧的 整人也很方便 所以他这个名堂越高 越集权 人们很不幸福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都润出去 都跑 冒什么生命危险 原因就在这里 他们无法无力抗争 这里还讲到了 诋毁美国 今天也很多 马斯克被惊人发现 再次证明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 窃密者 美国的确 美国也是有着FBI 监听电话这套东西 加拿大也是 但是人的司法是独立的 听不怕听 你想不叫人听 你就别打电话 你打电话肯定有人听 多少个耳朵都听 他不听干嘛 情报部门就是干这个 但是你只要不违法 你不怕听 另外他掌握了以后 他不可能用于实力 他不敢 他只是用于 这个破获了这个间谍案件 就像这一次 这个美国纽约 不就抓两个 中共间谍嘛 是吧 这两个间谍 正在走法律程序啊 为什么抓第一批 针对这个福建 福建就常乐了 这个犬子里 那就针对习近平事件 习近平气坏了 害王晓鸿 找国际行政组织 这个开始协调啊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事啊 过一会儿也会讲 更多的新闻这方面啊 你看这个敌讳美国 他是怎么讲的 说马斯克的惊人发现啊 证实美国是最大切迷者 他近日美国社交平台 推特的长官人 就马斯克 在进入采访时讲 美国政府能够 读取所有推特用户的 一切信息 这确实 情报部门想听什么 都是清清楚楚的啊 那么下面这些 都是讲那个大好形势 今天在这个 要文取消里边讲 领导人活跃 活动 那就是石泰峰 让石泰峰上哪里 去让贵州去调研呢 你看 这不就是都按照 习近平的指示 开始下去找了 哪些人对党忠诚 对国忠诚 哪些人在里边 说我会话 哪些人两面人 就开始打击正义了 但是石泰峰 今天他这个 我要告诉你们 他为什么去调研 你们想一下 什么原因 石泰峰 你看哈 他是4月17号到9号 19号两天啊 这个石泰峰 是以同战部部长的名义 到贵州调研 这报道讲是 渗入学习惯水 吸引新时代思想 等等 但是这里反复的 一开头就报道 就讲什么 思维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那就知道 这里边 整个这个形势非常复杂 怎么复杂 李强现在打击陈敏儿 陈敏儿是在这个地方工作过 留下很多烂事 包括毒栓线的事 腐败的问题 烂七八糟的事 他其实这个 搞不好 这是不是 这个 他去 他去聊聊这方面的情况 上边的情况 人家习近平早就找过来 下边还有情况 就可能有些事 也得聊聊去 因为习近平也在 假装挺公正的 你们既然都是 挖出这个 这个 陈敏老曹的事了 你 这个 台风军去看 咋回事 整个 因为他现在是 自家兄弟斗起来 是 真从内斗 他打个旗号的时候 我去调研 报道都是这样 都说的是假话 你看他到哪里去了 来到了这个 碧阶 碧阶这个当年 饿死 动死小学生 留守儿童自杀 都是这样发生的 七星观区 就在这个区 你说他也好意思 到些位置 还好意思讲这套东西 他到了大方县 走到了这个村镇 社区 农业基础 了解脱贫公街 到现在还没脱贫 你就想 贪官一贪 贪多少 你看王府 王府玉部就是这里的 还有这里的这个 这个发盖委主任 也抓起来 对不对 还有独山县的潘志利 就这一个县呢 现在签这个 银行的签几百亿啊 你怎么能还上 还不上了啊 将来就是 一旦民族转型以后 这都是麻烦 这钱怎么办 你说 贪官们也 到时也抓起来了 互相一指责 一推脱 再看下面 秦刚将出席 中国是现代化 与世界蓝亭论坛 也就是说 会还没开呢 就现在报道 秦刚现在心情超好 为什么西平 对他特别的心 因为他上了以后 的确给习近平做了很多事 一个是伊朗 沙特的事 协调 那不是他搞的 就这一系列 对外的活动啊 他给忽悠的 习近平看的挺棒 很精灵啊 你看他这个还没开会 他就开始吹捧他 将出席 什么会呢 中国是现代化 与世界蓝亭论坛 就都按照习近平的指示 全世界每一会儿都要学习 搞什么蓝亭论坛 讲什么中国是现代化 中国是现代化 就是什么 就是一党之胜 一人独裁 都他说了算 然后改革开 往大门关上了 还在这忽悠啊 这篇文章讲 多国外要 外国政要 中外知名学者 工商界代表 驻华世界 国际驻华代表 国际媒体代表 将出席论坛 你看他越搞了 越高大上 这个活动即将举办 这是一题 再就是抓人 你看抓人 你们刚刚讲到了吗 因为习近平先生 最担心就是 下一步一旦开战的话 哪怕是冷战 不论冷战是热战 都怕叛徒 堡垒是最容易 从内部突破的 所以他现在开始挖内戒 下去调研 这里中纪委公开通报了 十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的典型 规定的精神典型问题 你看 他这举了例子 都随着 这些都是老的案件 市政协 北京政协副主席 于鲁明 把他拿出来了 讲他 讲什么 讲他先后收受礼品 礼金 折合人币 五十九万 这算什么 哪当官不搞这套东西 打击正底 辽宁政协 党组副主席 副主席 孙远良 这都李克强的 底细拿出来了 你看这福建 厦门 任大常委会主任 陈家东 也抓了 这是习近平的老曹 但是习近平不可能 都支持习近平 中国反的人 说明是宿敌 也抓起来 你看后边 文化流布 党组副书记 李新早 这是老的案件了 胡和平过去接他的班 不是吗 接他的这一摊 他也抓了 联合网通 联通老板 叫李国华 这是打击江派吧 中国人民银行 机关事务员 党委书记 主任沐山干 这都是王岐山的 等等等等 不许讲了 还有重庆的 宁夏的 河南的 河南都李克强的 等等等等 抓了一匹 做典型 这都是以前都报道过了 那么下一个 是检查机关 依法惩治 制售 伪劣 农资犯罪典型案件 就中共同志的国家 就抓人 你看加拿大哪有这个事 加拿大从来没听说过 也没有人去伪造假的种子 也没有人敢去销售 劣质农药 随其说 加拿大的人都是信宗教的 从小都是 这个到教堂里 人要善良的 死了以后 千万被受到上帝的惩罚 所以那该回事 你先到乡下去找了 找加拿大老农民 你说你对的假的药水 保证没人干 我跟你讲 人军进入不正常 是不是 你看中共国整天就这些事 天天说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惩治什么 受伪劣农资 你说什么 种地的东西还能 还能整假的 叫人们 你说 你看他讲的 典型二件 睡到什么呢 农药假的 兽药假的 你看种子是假的 化肥是假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工党统治下 这是什么 这片土地 怎么能污染到这个程度 你想想 包括这次长风大火一烧 烧出都是内幕 你看这个 现在媒体等到下节目 铺天改地 因为今天 今天这个节目的新闻终述 这个不去多讲了 后边很多 都和这有关 在反腐败方面 今天不是已经讲了一嘴吗 就是现在今天这个反腐败方面 可是抓了一大批人 尤其是辽宁省 辽宁省是李克强的老曹 西平最不放心的 派自己的这个嫡系 也就是这个刘七范 刘七范现在内蒙古 把厅器杆几乎全部扫地出门了 转战到辽宁去了 针对李克强的老曹 开始挖了 你看 今天中协委公布的 辽宁省公安厅 远一级巡使员张大祈被抓 辽宁省机关事务局管理局局长 尹国辉被抓了 这都是李克强的 绝对是贴杆啊 你看这后边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家托 被刷开 又刷了一个 公安厅厅长是市政厅厅 全抓起来了 几乎有权全抓 为什么担心呢 有这些人 他认为都是内应 这个确实是可悲啊 你看这看干州市人大常委会员当主成员 副主任 潘一鸣 这个就是肯定是那个什么 就是曾庆红 孟建柱老曹的江派的 还有海南省海口与口岸办公室的什么专职副主任 还专职副主任的 是专职的 对 怎么还会专职副主任 周公民 那就说这个官太多了 有主任 副主任 还有专职主任 还有常务主任 这个我都领教过了 到达那些采访 给你介绍官员的时候 可有意思了 那么河南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员当主成员 员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啊 他就专门对那个海防口岸 这个专职副主任 周公民被抓了 估计搞不好 这是不是属于这个 这个公道师的铁哥们 也是对立派的这个关系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这个中共政权到了末期了 就斗的是一塌糊涂 内斗越来越激烈 那么今天是还看到这个新华社刚二报道的 也就有些人 有些人抓了 有些人还踢不当官 就是马秀兰当选 吴威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这个杜兆财被免去的国家体育总级副局长的职务 等等等等 还有些新闻 等到下个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